中国跟香港本土疫情的警戒都没有解除 两个地方的防疫政策有不同的做法 香港宣布4月1号开始 它会取消包括了美英加拿大9国的禁飞令 香港认为由于机场阳性检测率不算高 考虑营商环境还是要开放国外航班限制 而中国大陆的上海21号一天新增确诊900例 包括了上海迪士尼预员这些景区全面关闭 解封之后的深圳 企业已经全部复工赶紧加紧出货 因为订单都还没有履行 疫情还没平稳 港府防疫先放宽 4月1号起香港要取消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总共9国的禁飞令 未来也不再按风险等级划分限制 向他们实施地区性的航班熔断机制 已经不合时宜了 因为他们的疫情不比香港差 而且大部分回来都是没有什么病征的人士 虽然允许这9个国家航班到港 但旅客还是有检疫要求 像是目前第一阶段允许抵港人士必须是香港居民 条件要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登机前需时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另外预先预定7天隔离饭店 不怕境外输入病例 港府圈从1到3月数据看来 机场检测阳性率为1.9%不算高 而且取消禁费令也是考量营商环境 挽救外商出走 这项防疫松绑还算合理 但港府宣称暂缓全民强制检测 可就引来不少批评 先前因为全民检测 可能会封城 掀起市民封囤物资 结果等了又等 错过了检测最佳时机 港府索性喊咖 但经不起批评声论 一天之后似乎又有新说法 我们一定会继续看 现在整体疫情 都会问回专家的意见 一般来说 都会在疫情的早期会做 如果是全民检测 我想我们绝对是没有放弃 有专家表示 如果新增确诊 长时间维持在三位数或四位数 应该要进行全民检测 港府也表示 届时会考虑重启计划 知识政策反反复复 这其中必定浪费不少社会资源 反观封城一星期后 达成社会面清零的深圳 市民对疫情担忧减轻了不少 速度也挺快 就分了一个礼拜嘛 然后就今天又可以正常上班 但由于深圳封城这段时间 企业被迫停工 现在复工后加紧追赶订单 深圳疫情迅速掌控 但另一个改采重点区域检测 不封城不停工的上海 则要求所有企业员工 必须要有五天内检测阴性报告 才能进到办公室上班 而上海在追破疫情中 一票警区娱乐场所都已经宣布关闭 包括上海迪士尼 东方明珠电视塔和预言等 重启还得看疫情 何时区换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